好好准备一下 你不啥的整干净点 这是你儿子呀 头发燃燃燃 这是我儿子 给我们拍一下 这儿子告诉妈妈的 好好准备一下 衣服啥的整干净的 头发染一染 我头发白了 见面前 红娘想起了李游席 李大哥的一番话 就是主要是这一部演员 我看着那个形子 人是衣服 马是安 考虑到李大哥 是个在乎第一印象的人 红娘决定陪李大姐 买买衣服 打扮打扮 好 大姐我介绍一下 李大哥 李大姐 你好你好 你好 你先进院聊 行 进院 进院 小院挺好 小院挺好 来到大哥家 开朗的李大姐 还不忘和院子里 卖单的邻居们 大声招呼 来吧进来吧 来没事的 你没事啊大姐 不是就是邻居是吧 他们邻居咱们热情点了 好好好 来瞅瞅 这也是为她的幸福 还行 还行吧 还行吧 不是看说 说一点演员没有 不是那个 也是挺好的 也是都没啥说的 笑喝的啥说的没有 个头啥的也行 这个几个孩子 两个 姑娘儿子 一个姑娘 一个儿子 儿子在哪 儿子在济南 姑娘呢 姑娘在北京 哦 到底你好远了 对呀 我现在不是 爱人是去世的 爱人是去世的 去世的 我能跟阿玛找老爸 自己吧 就是 行 找这么个人吧 我一找这个人 咱们是 不像 那个 农村他们找那种条件 说我找个人 我找你 我找你干活 这种地 这个阿玛 这个地挺多 那你这儿有地 谁能不帮你 我人家 我不一干活 他说第一话 就是得 到这儿我也不能 丑我一干活 啥的 哎 老师也行 也挺更直的 比我还直 是他可是了 比我还直 刚一见面 俩人彼此的印象都不错 大姐的话 更是打动了李大哥的心 但是啊 紧接着 这气氛咱就不对劲了 那就是再找另一半 那个 整来的俩人的生活怎么办 俩人生就没有地啊 就那家地儿也没有多少钱呢 天 那这一万 那这一万多位也够啊 那这一万多位 啥是吧 两万多 一万多那行吗 我三万一万多位多少钱呢 现在九毛四的话 这不知道九毛八毛钱 多少钱 今天包面好像没有那么高吧 这七个多 这不是啊 我们这九毛四都没卖你 是啊 等一块钱你 对不对 说说话有点不到底 你看你这来 对不对 你还收拾 还你这能收拾多钱 谁是把收拾多钱呢 他年头好了 他卖一块钱 我就多收拾万的 他年头不好 他瞎的话 那谁没饶 不瞎了 我也要你也饿不饶 你也饿不饶啊 就是差在他地态什么 两人生活将来 真的有个天灾病 也啥的 不可能管任何一方人要钱 那地图百分 你觉得可以 那咱们也得三样到四上 那得 我对方感觉 有这事 你到这来 咱也饿不饶 咱也饿不饶 不想考虑 其实还是找一个 哪管地多一点的 还是尽量找一个退休的 那有个长时间的 就是最后有人说 房啥咱不要 咱找一个 就是 让张住到百年 那样 他其实是这样的呀 退休的一般退休老板的 他也都要求对方有公司 对 我也知道 他怕我的地少 挣那个钱太少 养不了他 他说话 他这么地 他怕生活有问题 他怕生活有问题 那我告一就这样 说白了这样看 我就这都是块 对不对 要钱我们也没有钱 就说白了 对话 对不对 这起码 两人哪个人在生活 我也看啊 我也看好多 说最后你给我 哎 最后说那你给我五千元 我说一千我也不敢 我说你要的钱要的 从你要的钱 你太小气了 你多小气啊 对不对 你多小气 对不对 我是这么说 我赵老爸 咱们要是买个牛仔 还得多钱 李大姐刚一见面 就问经济收入的问题 这让李大哥有些反感 而且大姐也担心 大哥的收入 不够以后过日子的 眼看着俩人又僵在这了 红娘赶紧为大哥大姐 提出了更重要的问题 我作为红娘 作为媒人 我说两句真心话 我先说大哥大姐 大哥他是这样 那个老伴16年 病了16年 到后来四十五年 人舟人放 就吃饭呢 上厕所 全都不行了 大哥精心照顾 而且以前也一直都特别能干 你看他家里过这样 一个病人 有个病人16年 没拉一分机会 然后家里过力量 是不是人挺要强 挺力量 然后人家对未来老伴也说了 我肯定会对他好 其实一个负责任 能干的男人 我大姐 大哥 我大姐什么情况 年轻的时候儿子12岁 不到12岁吧 十几岁的时候 那个丈夫去世了 他干过啥你知道吗 扛过水泥 逃过厕所 一个担心妈妈 就带着这俩孩子 你现在一提这事 大姐这个眼泪就想下来 所以她也是一个负责任的女人 一个好妈妈 一个合格的女人 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家了 她没家了 她就找个家 然后是也是白头到老的家 你记得 那到八岁 那个哥儿有家 我们还要不去 看别人家 那个还要不去 哪个还有效果要不去 这个要不去 待几天我就回来 哪个人家 到多少个都对我家 我们家姑娘那家都说的 妈那一层楼给你 那也不行 妈也不行 都行 我觉得你这脑挖 还算那个好 对不对 红娘到处了 把俩人介绍到一起的原因 也建议大哥大姐 多了解一下彼此的优点 也许是这番话 中了两个人的内心 二人的态度啊 有了转变 李大姐首先为自己 刚才的直率 做起了解释 肯定我也得问这件事 哪个女人见男人 都得问 但不是说在钱上 在钱上 没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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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说你有多少生活 我就问你 就是讲了两个人生活 怎么样呢 收入怎么样 所谓说破无读 解开误会后啊 李大哥表示 能够理解大姐的担忧 李大姐了解了大哥 对媳妇 16年不离不弃的故事后 也不在意 大哥的耕地少了 这个时候院子里有几个邻居来创门了 大家忍不住要为李大哥说上几句话 找这么做不了 我不为了钱 我为了的是找个家 他说 就是有钱 也是人家以前自己挣的 我不需要多少钱 我不需要他这什么钱 就是两个人互相 有个说话老婆就行 对啊 有互相疼的 最起码说的 说的 讲话呢 说的 出门了 说的 我去 除了上帝半天 没回来 我最起码能出去瞅瞅去 我忘忘 还没回来 上帝找找去 他说这几句话说的 曾打动过的 告诉你 说就怕你人心比心 对不对 但我也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干啥 你愿意 要走的话 我上哪儿去都带着你 我出门我就领着你 对 我又不是 你要想不理我都跟着 哎呀那好 那好 哎呀我就这样 我就这样这样的 对啊 你出门说 一一一 你走了我也去我也去 那就毁了就带着你 对啊 我喊得就是 做饭我都愿意跟着走 我 我也是喊得 你上午后来跟着 我给你做 你上午后来也行 这事来实在不行 你干你干 那我干 那也行 反正你瞅 就这么瞅 你 瞅你 挺有腐相 挺有腐相 你这个人 哎 大姐的话打动了李大哥的心 进屋后 李大哥开门见山 直奔主题 反正就这样 你看我能不能行 你啥意思 你这个大姐 你这个不行啊 他现在我有点胖 哎呀你这么也太饶 我喜欢胖的 就喜欢胖一点 不喜欢胖的 我说的意思 你也懂 对不对 我不喜欢这种 你怕我胖吗 又烂七八糟 我不喜欢这种的 那我一开始不行 你一年嘛 别的不给你省 化妆肯定给你省了 就不喜欢 我觉得这一年抹两泰 那个预美镜就算不错了 两人到一起以后 真有了天灘兵印的 到那个时候互相照 那得 哎呦那得管呢 我这是什么事 你找我了 这是啥我这个也没有 那我肯定 我肯定我得复制人呢 对不对啊 这样有点毛病 我不能可能找我女儿 找我姑娘去 对不对啊 你不这么个事吗 有那样的 你有病的吗 那就赶紧给自己 姑娘就送过去 那那不行 那哪呢 我这时候跟你说 我这时候 哎 我不像他们那种人 这个时候 两个人的态度 已经很明朗了 李大哥也开始张罗饭菜 准备刘大姐和红娘 一行人 吃顿饭 一晚半就行了 行了行了 哎 他们吃不多少 行 我去买 嗯 你看呗 你瞅瞅 你一来了 就有家的感觉 一看回家 有个火头 有个鸭 你看回家 对不对 你看你说 你说那种话子 我就是最打扰我的 对不对 我干 我家伙我干 我回来晚了 对啊 你回家里 看有个人 吵着 有个人 不好犯了 等着是什么 是 对对对 越说越对 你又是个病 你才我 真的会不会忘 我觉得 我这皮就这样 要我们家 就这些年 就不得 要一般做不到那点 他有病 我把酒都系了 系了好几年 到现在我都不喝酒 都不行了 就是啊 就为了他 有病嘛 天天 我怎么来喝一酒 有啥事 你说 贵人家我少系啊 贵人家有这行 哎呀 那你还欺负你 你看 以后你看 那对啥样 你看 在准备饭菜的间隙 李大姐来到大哥家的后屋 规划起 未来的菜园子 豆角 茄子 摘点小葱 种点菠菜 白菜啥的 种点碗豆角 碗豆角 种点把和婆婆丁 啥的啥的 啥的点 它这里好像我看了是 是抢 是抢菜还是 还是草 它这是草 它这是抢菜 它这是抢菜 能吃吗 啊 我去瞧瞧 就挖出来 这就是现在改里卖的 你们家小时候算的那种 这边大姐挖起了大脑瓜 那边李大哥张罗着 要给红娘一行人 带礼物回去 希望有小白瓦了 这是我自己 自己量的 就这 就这西医 我以为你们四个 给那个样子 就是给我带一瓶 好 那小 哎呀 你让你带一瓶了 李大哥说的是他亲手 用山上的野葡萄 酿的葡萄酒 为了让红娘携带方便 李大哥还准备了分装瓶 你拿点啊 我不拿 我不喝酒 我不喝酒 哎呀 有喝的 可以回来回去喝 我得给你 咱咱再来就不得了 咱咱再回来喝 你就是走给她们都行 我可以不回 大爷说 想喝就来喝了 回来喝了 来喝没有了 没有了 咱来年再喝了 多大事 没了 咱来年了也都说到了 大姐嘴上说的是酒 心里酝酿的 却是两个人的未来呀 李大哥呢 虽然没接上话茶 但心里也一定是甜的 来 来来来来 来吧来吧来 不要客气啊 有没有一家人呢 你看 洗一茶洗的 好 我说过了什么 我没看见什么 好 哎呀 甜不甜 甜 在两个人的张罗下 一桌饭菜很快就摆在了小院里 我想起这个画面 特别像消息爱情里边的某个画面 哎 为我的事吧就是 到我家来 从基地这么远 长寿重远 这么远 来到我家 来到武器 来到够钱 对不对 也感谢你们 特别感谢你们 这么点吧 我以茶代酒 好了 谢谢原来不安的那个节目 你说 为我找到后半生 为我又找到一个新鸡体啊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后续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着您 这里是报效综艺场 咱们下期再见